最近以來 郭新鄉人口上階集中的市区 三不個市場的團設準準的臭味 尤其最近這兩三個月來 這臭毛毛的氣味非常等 影響的環境更加是更大到個性 就問大吉吉塞症候 既然已經是不太多個責任受 共力要求主管黨委必須要來中心 趕緊吹奏無奈的來關 南東官官報告在南東議會要求幾下 也正如說的招牌人員 24點前來正確鑑識調查 暫時是劃開基民麻薄的元氣 最近兩三個月來 郭新市中心挑戰臭味的情況是非常嚴重 郭新就問大吉三川的基民 已經是不太多責任受了 露天啊 到時候露天就開始不開始了 尤其在晚上這個 6000-7000天 我本來以前都會鑑不下去 為什麼晚上招牌都不能開 我有招牌的招牌 所以我有招牌 我說叫那個大吉川 做日本招牌 還把我們招牌招牌 招牌招牌 我們這個地方很辛苦 就像大家為什麼尷尬的一先生 會那麼的生氣 有原因 因為已經太長久了 十幾年了 南東官議會 由府議長方一轉請出主持 雖然環保局跟農業住 人員當民進行協調 既然懷疑 炒氣來源是附近的市場 但環保局卻一直找不出原因 我可以跟公主交易 等於你一定 炒不好的 你吃幾遍 你都沒在那裡就完成了 你都跟公共有茶 要跟我們茶樓炒 那我們這邊的 我們這裡的事項是為什麼 是平衡壞了嗎 我覺得環保局 應該你們要做一個機制 一個對測 之外 因為我不曉得說 你那個偵測的機器 可以像這樣捏 捏在炒手 把它重鑑定 我們這裡的污染人 比較有影響的地方 我們就重鑑定在那裡 這個抽煙真的是比較難 因為沒有製造的機器 如果李莊武 這個抽煙 本來議會就比較麻煩 國性向公司要求環保局 派人二十四小時進行調查 再當找出源頭 希望你們派駐人員進來 你們一同來聞一聞這個抽煙 住的問題我分三個村上 可以解決 我們只要三天到六天 就知道兩個人 二十四小時無三問題 就長住在那邊 好不好 那個騎察哥就派那個派一組 既民地協調會上掛出控制補條 表達他們從長期以來 炒起有些空氣 嚴重影響性外拼這個部門 環保局成落 一定會找出發生炒起的圓頭 但發作成有些的業者 我們能夠長住 然後能夠二十四小時進住 然後第二點 我們要能夠找到什麼 那些味道 他們錯味他們的訴求 最主要是後味 然後呢 在烘焙那個咖啡的時候 也有很多的味道 跟那個排放污染物 福度我們來改善 如果福度我們回去 還沒來改善 我們就是種法 是不是要我們的農業處 來種他們的這個排 切消 環保局調派全人 19號開始禁止 國性兵二十四小時 太平台詞 在府議長方一轉要求 也聲樂在無差出 這座空氣污染源頭進場 對詞的行動就不會結束 接下來不只要先採訪報道 離職員